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习表单属性的进阶设定 首先我们就从关联式资料库系统中 建立多重资料表的表单开始为同学介绍 所谓多重资料表单 是指一个表单包含了一个以上的资料表 当我们设定好资料表之间的关联性之后 可以利用ASIS所提供的表单精灵 依序建立多重资料表的表单 多重资料表单的资料来源是由主表单与指表单所组成的 主表单它是第一层呈现的主要表单 而指表单则是包含在主表单内的表单 在一对多的关联中 主表单的一笔记录 它对应到指表单的多笔记录 有关电脑操作 我还是允许引用上一讲次的学生显课系统 为例为同学介绍建立教师授课资料表单 这个表单的资料来自教师资料表与开课资料表 透过资料库的关联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母子表单 请同学看电脑画面 开始资料库后 我们将滑鼠移至上方 所管功能区一样点选建立 在中间表单区块里面 我们点选其他表单 再点选表单精灵 就可以启动表单精灵对待方块 首先我们要选取是表单内要显示的栏位 选择方式先选取资料表 查询的旁边的向下的箭头 再选取资料表名称 再由可用栏位中选取栏位名称 我先由教师资料表 点选教师资料表后 我们选取教师编号和教师姓名 再由开课资料表 点选开课资料表后 开课资料表栏位出现在 可用栏位双格中 我们再点选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和学分数 决定好所要的栏位之后 我们按下一步 选择最大的检视方式 在检视方式中 它可以让我们决定 以哪种方式来检视资料 目前预设的检视方式是 以教师而下方选项则有 有直表单的表单以及连接表单 而窗格右方只会出现检视的样式 如果我们点选连接表单的方式 则同学会看到上面的显示方式会不一样 它会进入连接的方式再产生表单 同样的 如果我们该示范以开课的方式来检视的话 则它会以单一表单的形式来显示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选两个资料表中 主资料表是教师资料表 所以我点选以教师 而下方 检视方式我们选择有直表单的 表单的方式来显示 接着按下一步扭 来决定我们的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提供两种 表格式与资料工作表 而配置方式会出现在左方的小图示上 我们示范点减表格式 接着按下一步扭 选择我们所要的样式 我们在这边示范点选 选指样式 同样的 它的样式会出现在左方的小图示里面 当确定好选择的样式之后 选下一步扭 这时候会输入表单的标题 因为我们是建立母子表单 所以标题名称会有两个 表单的地方 我们输入教师资料表单 代表这是主表单 打扮的名称是教师资料表单 而指表单的部分 我们要输入开课资料指表单 那开课资料指表单 就会是指表单的名称 而在下方 我们的检视方式是开启表单来检视 当完成后 点选完成钮 这个就是我们所制作的母子表单的一个例子 外框是母表单 显示一位老师的记录 而在中间的部分 则显示指表单 显示这位老师开课的资料 那目前这笔记录 则显示在下方 记录的显示钮 代表这是第一笔 这就是利用表单精灵 对一对多关联式资料表 建立母子表单的一个例子 可以很方便地看出 每一位老师的开课资料记录 同学了解了如何建立母子表单后 接下来我就会给大家介绍 关于母子表单的一个编辑 以使用 在完成建立母子表单后 我们会在左方功能窗格中 看到所建立的两个表单 以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教室资料表单 与开课资料表单 同样的 我们可以以板面配置 检视的模式 来开启所要编辑的表单物件 编辑的时候 我们可以调整 两个表单的位置 尺寸大小 自动格式样式与字形 首先 我先介绍如何调整 控制项的一个位置 它的操作方式是 先以滑鼠左键 选取所要调整的控制项 让它形成交点控制项后 再配合滑鼠游标的图示 当出现图示为双箭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尺寸大小 当出现图示为 十字以箭头图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这时候再配合 你压住滑鼠左键 移动滑鼠来调整 同样的 同学请看电脑画面的操作 目前我们现在开启的是 交织资料表单 在设计版面配置检视模式 开启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点选 左上角 检视按钮 这边可以选择 版面配置检视 那会进入版面配置检视 的工具画面 那我先示范 点选 教师姓名栏位 在每个控制项 同学在点选的注意 它会有两个控制项名称 一个是标签控制项 目前我点选这一个 教室编号 这是标签控制项 而右边目前我点选这一个 则是文字方块控制项 标签控制项所放的 它是栏位的名称 而文字方块控制项的内容 所放的则栏位资料 同学要操作的时候 点选要留心 我们所点选的控制项 那同学请看电脑画面 为大家示范它的 改变它的大小尺寸 以目前所点选的是 文字方块控制项 当我滑鼠游标 移到边界的时候 它会出现双箭头 这时候我可以压滑鼠左键 就可以改变它的尺寸大小 那现在这两个栏位名称 形成一个群组的方式 如果你要移动或改变的时候 这两个栏位会一并移动 接下来示范如何将整个栏位移动 我们将教室编号移 教室姓名 这个群组要选取的话 可以点选左上角这个小方格 那出现十字箭头的时候 就可以压着左键 比如说我现在往右移 移到想要的位置再放开 那这样就是我们示范 如何去移动我们的控制项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编辑 表单的控制项的移动方式 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同学我们刚刚示范的就是 如何去移动控制项的 改变它的大小与它的位置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选取 中间的纸表格的外框 再调它的大小或是移动它的位置 接下来我要示范 我们如何去调整控制项的中 显示的文字字形 与色彩的一个操作 它的操作方式 同样是先以滑鼠左键选取 所要调整的一个控制项 让它形成焦点控制项后 再以滑鼠点选上方 所谓的功能区 表单版面配置工具中的一个 格式标签项 有一个自行区块 自行区块中的按钮 就是我们在设定 我们所要显示的自行的一个色彩 大小的一个改变的 接下来我就示范如何 以标准标签控制项里面 我们来改变开课资料的 显示的一个内容 我们将它改成标凯体 14的字体大小 红色的字 同学请看电脑画面 我们先点选开课资料 然后再将滑鼠移到上方 索引工程区 版面配置工具的格式 下方的左方里面 有整个区块 这是自行的区块 首先我示范 我们点选标凯体 在字体这个地方 点向下的按钮 这里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要的字体 点选以后 这是我们设定 表凯体的方式 同样的色彩 在右边 同学如果将滑鼠 停留在按钮上面的话 它会有提示字员 这就是自行色彩 在点向下的按钮 有一个调色盘 供我们选择 我们要红色的字 就点选红色 同样的下方 资料会直接显示在上面 相同的方式 我们的字体大小 在字形的旁边 这10代表目前是 字体大小是10 同样的 我们改变为14 那这个 就是我们关于 字形设定的一个改变 接着 我示范自动格式设定的一个调整 这调整方式 同样我们可以利用滑鼠 直接点选 上方所有功能区 表单版面配置工具中的 格式标签下 自动格式设定这个区块里面的 直接选取所要的格式按钮 就可以了 但是在操作的时候 同学请先注意 你目前所设定的操作 尤其在有母子表单里面 对子表单的格式并没有影响 如果也要对子表单格式 加以编辑的话 需要另外将子表单 以版面配置模式来开启 再用同样方式编辑子表单 那我就以版面配置 检视的模式 来示范 这两个操作方式 同学请看电脑画面 我将滑鼠到左方 开个资料指表单 点选滑鼠右键 我们以版面配置检视 开启 这是指表单 然后我们要改变 它的自动格式设定 所以将滑鼠移到上方 版面配置检视工具的格式标签下 的右边 就右方这一块 就是自动格式设定的按钮区 我们点选 向下的按钮 就可以选择我们要套用的一个格式 以北方套用为例 当我们点选后 那开课指表单 就会套用这个样式 那同学我点选回来 教室资料表单 同学会发现 在教室资料表单里面 指表单的格式并不会套用进来 如果要将指表单格式套用的话 一定是先将两个表单都关闭 储存变更设计以后 再重新开启 这时候才会将指表单的格式套用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对母子表单的编辑的一个操作 相信同学应该能够编试表单中各个控制项 其实我们在对表单内各个控制项加以编辑的时候 编试对控制项的属性做设定 只是我们并没有利用控制项的属性表来做设定而已 那在SS 资料库管理系统中 各个物件或控制项都设定有它专属的一个属性值 我们对各个物件的编辑操作 也都是在设定它的属性值 我们可以在设计检视模式下 检查各个属性值的一个设定 也可以直接在属性表上面加以设定 接下来我们所要介绍的表单资料的一个编辑的一个操作 就需要透过修改属性值的一个方式 来完成设定 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表单资料编辑的一个操作 在表单资料编辑这个小节里面 我所要介绍的是两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属性设定 唯读属性与查阅栏位的设定 首先介绍唯读属性 表单的使用如果是希望提供使用者阅读而不能加以修改的时候 为了避免资料被不但更改 我们可以对表单中部分的栏位设定为唯读 所谓唯读就是使用者只能看到资料内容 并不能加以更改 我接着就示范将教室资料表单中 教室姓名以教室编号栏位设定为唯读的操作 同样的请同学看电脑画面 目前我所开启的教室资料表单 是直接检视 并不是在设计检视 那同学我们可以直接将滑鼠游标移到左上方 点选检视按钮 再点选版面配置检视 这时候就会以版面配置检视模式 来检视我们这个教室资料表单 在组表单里面 我们点选教室姓名文字方块控制项 点选了以后 再点选滑鼠右键 会出现快选工具列 在快选工具列的下方 有个属性 点选属性按钮 则在画面右方会出现属性表 那所有控制项的属性设定都会在这里 同学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我们所点选的属性 我所要操作的是我们所点选的控制项 你目前这个控制项第一列 选取类型是文字方块 而名称则是教室姓名 就是我们要做设定的控制项 接着我们将它设定为维毒 它设定方式为我们点选资料这个标签 在这个标签的下方的属性值里面 有个锁定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所代表的就是要不要设为维毒 目前这个设定为否 当我们点选属性锁定这个属性值的时候 可以利用向下这个按钮点为4 确定完以后再关闭 储存 重新开启以后 同学发现教室这个 跟教室编号就不一样 这就是维毒 我们没办法更改了 那同学 这是关于设定为 维毒的一个设定方式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为大家介绍 接着为同学介绍 另外一个避免资料 被不当更改的一个属性设定 那就是茶叶栏位的设定 在资料表建立关联之后 我们为了避免 关联资料 栏位被不当的更改 影响资料表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经由设计 将关联栏位设定为 使用茶叶栏位的方式 来输入资料 也就是只能由 所关联的一个资料表中 取得栏位值 而不能由使用者自行来输入 以我们的例子来解释的话 在我们的选课系统中 教室编号 与它所对应的教室姓名 那是储存在教室资料表中 而开课资料表中 所存存的教室编号 它应该来自于教室资料表 也就是要先由教室 才能够开课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 开课资料表的教室编号 设定为查阅属性 让它的值是来自于教室资料表 接着我就利用电脑操作示范 请同学看电脑画面 开启资料库 我们点选开课资料表 然后点按右键 开启快选工具列 再点选设计检视 以介绍检视模式 开启开课资料表 另外我们要修改的是教室编号 所以我们点选教室编号栏位 再将滑鼠移至下方 点选查页标签 在第一列目前显示控制项 是文字方块 我们提前文字方块这个栏位 点向下箭头 将它改为清单方块 当设定为清单方块后 它的第二列 资料来源类型 因为我们要来自教室资料表 所以是资料表跟查询 接着我们选择第三列资料来源 在空白栏位点选后 我们可以点选向下的箭头 利用这个来找寻我们要的资料来源 那教室编号是来自于教室资料表 所以我们选取教室这个资料表 接下来的结合栏位 目前是输入1 表示它是使用教室资料表的 第一个栏位 而下面的栏数也是1 表示清单方块 是资料来源的第一个栏位 当设定完之后 我们按关闭钮 再按4 储存变更设计 这时候我们重新开启 开个资料表 这时候再点选 教室编号 会发现有一个向下的箭头可以选择 当选箭头的时候 它会出现教室编号 可用的目前有三个 三笔记录可以选择 那这已经变成 茶叶属性的设定了 那以上就是设定 茶叶属性的一个操作设定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设定 操作有一点点复杂 那同样的Access 也提供一个茶叶精灵 来帮助我们设定茶叶属性 接下来我就会同学介绍 茶叶精灵的一个操作 那这次我们改以 成绩资料表是 成绩资料表中的学号 是来自于学生资料表 那我们利用这个为例来示范 如何将成绩资料表的学号 设定茶叶属性 那同学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使用茶叶精灵之前 要先将这几个关联表 之间的关联性取消掉 也就是当我们在设定学生 与成绩之间的关联的时候 那我们设定茶叶属位 需要把它关掉 否则会出现警告画面 同样的我利用电脑操作 为同学做示范 请同学看电脑画面 首先开启资料库以后 我们点选上方索眼工具列 资料库工具 在资料库关联图 同学发现目前 整个资料库的关联已设定好了 那在设定好的情况之下 我设计以设计检视模式开启 成绩资料表 点选右键设计检视模式开启后 同样的我们的学号是来自于学生 所以我点选学号 而在资料类型这一栏 我们可以点选向下的箭头 在表格最下方有茶叶精灵 当我点选茶叶精灵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警告画面 那这个就是当我们关联没有关闭的时候 就不能这样做设定 那要修改的话 按确定以后 我们需要将成绩与学生之间的关联性取消 所以我们将成绩资料表覆避后 将学生与成绩这个关联 点选后点右键将它删除 确定后再重新以设计检视开启成绩资料表 同样的点选学号 在资料类型点选茶叶精灵 这时候就会启动茶叶精灵的对话方块 首先让我们选择的是我们的数值 是自行输入还是来自于资料表 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需要裁业栏位是来自于资料表 所以点选上方这个点下 接下来按下一步 那我们选择我们的资料表来源是什么 那我们的学号来自于学生 所以我们直接点选学生资料表 再按下一步 在可用栏位里面 我们是来自于学号 所以点选学号两次 选择学号以后 按下一步 选择排序方式 同样的 把排序设定跟我们之前设定一样 我们目前可以选择学号 排序 同样的按下一步 在财恩心灵 它请求我们对栏位宽度做设定 栏位宽度的设定 我们可以利用滑鼠U标的图示 点选左边来改变 那也可以直接点选左边两次 取得最佳的一个宽度设定 这样设定完以后 按下一步 输入标签 那我们标签还是学号 所以不改变 那下方是否允许多重值的设定 我们不勾选代表 我们不允许多重值 那这样 确设定完以后 按完成钮 那先储存 储存完以后 同学我们关闭 学生资料表 再关联资料图 重新开启 资料库工具 资料库关联图 同学会发现 学生跟成绩资料表 之间的关联性已经建立起来了 而这个建立方式 它是由系统自动帮我们设定的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利用刚才的步骤 开启成绩资料表 这时候我们再点选学号 那会出现一个向下箭头 点选箭头以后 就可以有学生的学号可供选择 那这个就是利用 才业精灵帮我们设定的一个 财业属性的一个设定方式 那 以上是关于我们在资料表属性设定里面 两个比较特殊的 唯独属性 以 财业来精灵的一个设定方式 那 本抢制的最后 我们要介绍 让表单相关编辑 新增和删除记录等 作用失效的一个属性设定 为了让表单只能有查询 及浏览的一个功能 不允许对资料加以修改 我们可以设定表单的一个属性 让表单无法编辑 新增和删除记录 那 设定的方式呢 同样的 我就直接 为同学介绍 就是直接进入我们的设计检视模式 当点取你所要的控制项以后 再点选 你的属性按钮 开启属性视窗 同样的在属性视窗表的时候 同学要注意设定的时候 注意你的控制项的名称 那要设定的话 它是在资料那个标签里面 的是否允许修改新增这个选项 那相关的内容 请同学能够看到课本上面所提示的 那配合我们电脑出现的画面 那这个讲词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那下个讲词我们继续介绍 在资料库建立关联之后的一个 报表的一个操作 同学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讲词再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日文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